3 2 1 今天這個是我自己的行事曆 這是我本人自己的 那可是今天如果說 你今天要跟人家共用 你這行事曆要跟家裡人共用 那你就會需要共享 那共享的地方在這個地方 這行事曆右邊有個小箭頭 你把它點一下 然後共用此日曆點進來 然後這邊就會看到有一些電子郵件 你只要把對方的電子郵件打進去 打進去然後這邊選擇權限 就是他只能查看 還是他可以同時一起做變更跟管理 那你就可以選好 選好按新增 按新增之後呢 Google就會寄一封電子郵件去給他 然後他只要收了信 裡面有一個連結 把它點下去 他的帳號就有權利跟你共用一個行事曆 也就是說 他的行事曆打開之後 他用他的帳號打開之後 他左邊就會出現一個 你分享給他的行事曆 然後一樣 你如果顏色有打勾 顏色有打勾 他的行事曆就會出現在 你的行事曆混合在一起 就可以這樣子來使用 那群組就是 如果你要跟你的社群共享行事曆 也是這樣的方法 那如果你要新增 如果你是那個社群的頭 比如說你是教務處 然後你要新增一個全校老師共用的行事曆 那你一樣就在我的日曆這邊 點一下新增 建立一個新的日曆 那名稱就取在這邊 一個測試共用的行事曆 然後這個要不要公開 如果你去人家做搜尋 要不要能夠搜尋得到 那如果你是內部共用 當然就不要 好 那共用的時候 他可以在這邊直接把對方的 電子郵件K進去 那也可以事後再K 這是剛剛共用的地方 好 那我們要徵求一位使用者 來Key一下吧 沒有 對 需要一個 你們都有Gmail嘛 等一下誰可以幫我一起DEMO一下 用你的 用你的 好 用你的 用你的 你也帳號Key 沒有定義 好 就把對方的電子郵件 最好是Google的 Google的那一個 如果他用的不是Google的 他在收到信的時候 收到信的時候呢 他也 Google會建議他 就是 可以成為Google的這個用戶 好 把他新增進去之後啊 好 你就按建立日曆 好 建立日曆 好 建立日曆 那這邊 就會多一個 多一個你剛剛設定的日曆 好 那我在增加行事曆的時候 比如說我點一下 那我可以這邊選 我要增加在這一個裡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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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建立 那到時候他也看得到這個東西 好 好 各位先 試著建立一個 行事曆 然後跟隔壁的 分享一下 好 我們練習一下 好 然後 那時候 做一下你的信 比如說 出在那個時間 沒有放哪一個 我們 請你來 什麼時候 好 好 那個叫天 天才看得到時間 然後其他週啊月啊 那個也看得到時間 這個是天 你用週顯示跟月顯示做 週裡 喔 月頂 月頂 週 你因為你先 因為你上面沒有那個全天的 所以他這個位置是空的 所以他就會寫字下面 還是月的話 就會 就會 月就直接在裡面 對 對 好 先搜一下信 給他看一下 不要搜信 好 我先切換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那個搜信的內容 好 現在看到的是黃老師的頁面 那剛剛我不是共用了嗎 共用的話 他就去搜信 搜件夾這邊 他就會收到一封 我邀請他共用分享日曆的信件 那他點進來之後呢 這裡 他就有一個通知 就說我已經跟他共用日曆 他就可以直接進他的日曆 那所以他的日曆 以後打 以後進來啊 就會 這邊 這邊 我的日曆打開 裡面就會有一個104車子共用 然後我剛剛的東西 我剛剛的東西也會出現在他裡面 那所以 不管是他還是我 我們兩個人只要在上面 劈進去的東西 那如果是劈進去的東西 那如果是劈在這個形勢力裡面的 我們兩個彼此都看得到 我們兩個都會彼此都看得到 這是他的畫面 那我再切回我的畫面 好這是我的畫面 剛剛是新增在 什麼上一周 這是我的行事力喔 那我如果把這個點掉 就看不到 我們剛剛的那個 如果把它打開 就看得到那個群組了 好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整個群組共用 所以你們教務處可以一個 全校一個 或者是你跟家人用一個 或者跟外面的小 共用一個 小朋友 外面的小朋友 跟你的班級的家長 共用一個 那就知道說 我哪幾號要出去辦郊遊啊 什麼時候要教學生 教什麼作業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把那個聯絡部 有沒有 就改成這種形式 你今天的功課是什麼 你就直接Key在上面 家長通通看得到 好 他有什麼要回覆的 他也可以利用行事力 來跟你做回覆